和爱别人 大家可能很惊讶 为什么爱自己呢 因为我们会看到圣经说爱神 爱人 但是很少人想到爱自己 我想讲讲这个讲道的来源 我一定是用很多圣经去支持的 但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见证 这个见证是说什么呢 有一个人 他和神的关系非常好的 他很爱神 他就跟神的关系很好 他很爱神 又很愿意去传阳福音 他是牧师来的 就很大的更新 但是有一次神跟他沟通 跟他沟通的时候跟他讲 他说你爱我都爱得很好 你爱人也是爱得很好 不过你爱自己就爱得很少 他很惊讶 为什么我爱自己很少 这个有什么重要性呢 我想讲其实 任何一个基督徒得力 一定是从神的爱得力 一定那个人是被爱的 被神所爱 亦都他和人的关系好 亦都一定有人的爱 但当然 有些情况之下 受迫伯的情况之下 可能 没有人去爱他都未定 但是我们人来说 一个健康的人 一定有神的爱 以及有人的爱 那么我就 首先说一说普通的情况 大家如果 认识你周围的人 你会发现有些人 就很开心的 和人关系很好的 很正常的 比如看到人会笑 和人关心人 通常这些人 他都一定是有经历过爱 而我们相信 大家也有认识一些人 他们 很冷漠 和人很难相处 很多人制的问题 内心也有很多问题 或者情绪的问题 而很多这些人 就是他从小到大 很少被爱 很少被爱的心里面 很多愤怒 孤单 看小自己 觉得自己没用 就会影响他整个人 一个人 他有没有被爱 是非常之重要 说到我们信耶稣 我们就说 我们个人都相信 神爱我们 我们信耶稣 但是我想讲一个 现实的情况 很多基督徒是怎样的呢 想着 信耶稣那时候 我求耶稣赦免我 耶稣为我钉死 这个是爱 不过开始之后 我就要做多些 服事神了 我要听话了 我要遵从神了 我做得不够好 神都不是那么喜欢我们 但是有时人 很多时候 会有这种的情况 好像一个比较 一个相类似的情况 就是说到婚姻 很多人在婚姻的时候 会怎样呢 他就 在未结婚之前 很多时候就会 起初的时候 不是每个婚姻都是 不过有很多婚姻 起初都是有一个热恋的时候 都有一个 很喜欢对方的时候 但是当大家 认识得多 开始觉得 那些爱少了 为什么呢 因为要求多了 为什么你不理我 为什么你不跟我说话 为什么你不把这些东西 告诉我 为什么你不关心我 就会有很多这些 这样的说话 开始厌烦 我不知大家有没有 见过或者甚至经历过类似的 结婚之后 慢慢觉得 越来越淡了 那种 那种激情已经很淡了 就 经常都是说 哎呀 我想到 家里要想什么 煮饭 赚钱 照顾小孩子 照顾家屋 要做这样做那样 只想到 很多事情要做 因为你会想到 我回家 我又看到我太太 我丈夫 很开心一起的 很享受的 你是哪种呢 在我自己来说 我真的很 揭力保守 跟我太太的关系 她也是对我好 我又对她好 是享受的 我不觉得是重担 我不会觉得 哎呀又要陪太太 哎呀又要做些什么 又要说些东西对她好 我完全不是这么觉得 我只是觉得 她真的很好 我又觉得 我有 一个太太 支持我 跟我一起相爱 是非常好的礼物 她又对我好 我很乐意 很乐意 做任何东西对她好 亦都 不想有任何一件事 令到她伤心 这就是一个健康的婚姻 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你的婚姻 是不是这样健康 因为觉得 哎呀又要做这样 又要做那样 觉得很多东西都是重担 同样应用回 同神关系 亦都要认为很多人是这样的 哎呀 耶稣是爱我 不过呢 所以耶稣呢 甚至用一个比较差的比喻 跌了下一个陷阱 很多东西要做 又要做这样又做那样 哇很多东西要做 就觉得 很困难 而且做得不好 就会自责 其实 圣经讲的不是这样的关系的 因为圣经讲到 他说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去激励我们每一个人 这一件事是非常重要 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 神爱世人 神救了所有人 但是忽略了自己 当我们天天都活在神的爱中 我们就有力量 我想说给大家知道 我天天都很多次 怎样做 就是我的祈祷 其中一个祈祷 是互动的祈祷 有三个祈祷帮助 我们和神关系 一个就是恩典的祈祷 宣告 神爱我 神祝福我 神在我生命有奇妙计划 神陪着我 神加力给我 第二个祈祷就是 敬拜的祈祷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我需要你 由下至上 恩典的祈祷 由上至下 另外 神感到我有一个 互动的祈祷 这些在《轻松德圣》的书都有讲到的 互动的祈祷就是 圣经讲到当一个罪人悔果 天上为他欢喜 当我们爱神 神为我们预备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 各样的丰盛的恩典 即是当我们一回应神 神是很喜欢的 你做了 用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诸不能不得赏赐 即是你做任何一样东西 神都喜欢 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赞美神 神就讲到 有人亲爱我就必亲近祂的 神一定亲近我们的 而且是神感动我们 所以当我们祈祷 我们感谢神 我们爱神 我们欢喜神 我们感激神 神一定欢喜 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所以我们每次祈祷可以这样的 多谢天父赞美你 你真是好 我心里有深信 神现在很开心 这个不是骄傲 有些人说 你很骄傲 你祈祷 神是很喜欢你 我祈祷神不喜欢吗 其实我会说 任何人真心祈祷神都很喜欢 任何人真心 活出神的生命 神都很喜欢 任何一样东西 我们做在人身上 是吹奉耶稣名的 神都很喜欢 个个都喜欢的 这个不是骄傲 这个是 凭着圣经的应许 深信 神一定喜悦 我们为祂的缘故 所做的一切 这样的时候 你做就做得开心 好像我和太太 我任何一样东西 我对她做得好 譬如我说 你有没有空 她问我 那你想做什么 我问她 你是不是很忙 她说你有什么 你心里想什么 你有没有空 今晚出去 因为她现在 很多事情很忙 我都说随时你有空 我一定陪你 一定跟你在一起 每一次我跟她说 她很开心 很开心 很有反应 也都令我更加有动力 当我们知道 神是这么有反应 也都令我们更加有动力 你可以这样自己鼓励自己 我一祈祷 神就很欢迎你 这个不是骄傲 神真的这样说 我很欢迎你 在西班牙书3章17节 那里说 他因你欢恩喜乐 默而爱你 此因你喜乐而欢呼 他是很欢喜的 所以当我们一亲印 他立即深信 他很欢喜 那你的人 就会开心 又会有力量 有动力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一天 很多次 祈祷 多谢耶稣 耶稣真是好 我一边的深信 神现在很喜悦 很喜欢 这个不是骄傲 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观念 就是 我们深深 相信耶稣 真是很深爱我们的 他亦都用行动爱人 就是我们今天的 主要的信息 第一 就是很多人缺乏爱 和没有力量的原因 很多基督徒 都是很缺乏爱的 甚至有些传道人都跟我说 他说我真的有点枯干 有一次我跟一个牧师 这个牧师他教会有很多人 我跟他分享到 怎样能够在神里面很开心 他说他见到你 他说我见到你真的觉得 你真的很开心 他说我见到牧师都很需要这件事 因为他说我见到很多牧师都很残 有些觉得很困难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真的很多人缺乏爱 和缺乏力量 为什么的原因 很多时候 他不懂得欣赏自己 你当然说 我有很多东西不好 我怎样欣赏 其实当我们真心会悔改 真心信靠耶稣做救主 我们都可以欣赏自己 虽然我们是不配的 但是我们会说 感谢主 我有这个心会悔改 我有心想到罪 我会知罪 我有这个心 当我做了一件事 我会知道错 这个 我们应该欣赏自己 不是功劳 这个绝对不是功劳 但是我们会说 感谢主 我会回应神 这是好的行为 还有 我会真是尊敬神 我会去敬拜祂 我亦都可以见证神的作为 多谢耶稣 我有这个生命 是神给我的 我们将荣耀归给神 感谢天父 神感动我 我又回应祂 我又听祂说 那就是主 神喜悦我的 我们可以有一个 健康的平衡 什么叫健康的平衡 不健康的平衡 就是说 你看我多厉害 我又悔改 我又信耶稣 我又全福音 这个是不健康的 但是如果说 我做什么 都是出于神 神感动 我是出于神的 我感谢主 我将荣耀归给神 而我能够听说 是神的作为 而我生命有这个改变 我感谢主 神会这样改变我 我又欢喜自己这样做 我又欣赏自己这样做 这样的时候 就是一个健康的平衡 但永远都是说 我是不配 是神给我 但是依然 我是真的有回应神 我是 应该欣赏自己的 有很多人 就不懂得欣赏自己 以及不爱自己 看这三个图 左手边的 就是一个人 很多烦恼 轻看自己 没用 第二个就是 哎呀我不够漂亮 第三个 就很多内疚自责 就是觉得自己不好 经常都会控诉自己 很多神的王子公主 我们个个都是王子公主 不过那些王子公主 每个都 生活得 哎呀好惨啊 好不开心 我没用啊 可希望大家不是这样 因为这样的基督徒 是没力的 任何一样东西 潜累着我们 我们都会没力 我们其实都是王子公主 是很尊贵的 首先唱诗歌其中有一首 诗歌有一张slide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 两边有天使在吹号 然后呢 耶稣带着一个 新娘 走进来的 我们就是这么尊贵的 当有一天 我们去到天上的时候 哇 原来我的身份这么尊贵 我们就说 我一世人 我都看小自己 我都不觉得自己有用 不觉得自己重要 这是一个孤儿的心态 好了 接着就是 启示录十二章十节 可以一起读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控诉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这里讲到 魔鬼做什么呢 是昼夜控诉弟兄 昼夜不断控诉 不过很多人 就做了魔鬼的义工 下面那里 下面那里 很多人做了魔鬼的义工 为什么呢 昼夜控诉自己 和控诉弟兄 经常都说 你做得不够好 做得不够好 其实人是知道自己 做得不够好的 虽然有时候 人不知错 人不知罪 是需要提醒他的 不过 更多时候 我们应该是告诉人 神是 就是 神不是不断控诉你的 当你认罪 你深信 神真的立刻 射灭你 这个控诉 也有很多人 觉得自己不够好 我们有罪 我们应该悔改 但是悔改 神一定赦免我的 圣经说了 祂将我的罪 搭罪 脚下 投于深海 我们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誓公义 一定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的一切 不义 亦有很多人 不处理生命 浪费生命 做一个 没什么用的人 没什么用的意思 不是世上那种 是赚很多钱那种 而是我们生命可以发挥 有很多基督徒 他觉得自己不行的 我哪有用 我想说 怎样能够有能力发挥 就是你 越看到神的恩典 你越感谢神 你每天都感谢神 你时时跟神相处 神的同在就会改变你的 你就会有信心 还有有喜乐 有平安 那你的说话就自然流露 神的了 自然你会说到 神的美善 当我们时时都说 神真是好 感谢天父 哈利律 原来亲近神 赞美神 祷告是会首先改变我们自己 那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浪费 但很多人就浪费生命的 以至他们发挥不了 接着下一点就是 我们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 以及用神的爱来爱自己 神的眼光怎么看我们呢 我们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 这个经文希望大家会记住 你不记得 你尝试几个经节 以赛书来一章 我相信大家很熟悉的一至三节 有没有听过呢 就是主耶稣的灵在我身上 耶稣高高我 就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医好伤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喜乐由代替悲哀 赞美医就代替忧伤之灵 这个第一至三节 可能大家都听过 61章一至三节 这个61章第十节 也是非常美好的金句 我一起读一下 我恩耶华大大欢喜 我的心靠神快乐 恩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 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 好像新郎戴上华冠 有像新虎佩戴装饰 这个经文真的很美 他说我因为神很开心 我的心靠神快乐 是因为神而有快乐 我希望大家都是以神为乐 以神为乐 神就会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并且将你叫你成价在地的高处 这是在圣经其他地方说的 为什么开心呢 因为神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 他的拯救 好像是衣 他的公义为袍给我披上 这个公义为袍 不是我的公义 是神的公义 耶稣的公义 耶稣的公义 披在我身上 就叫我好像新郎戴上华冠 新妇佩戴装饰 他把这个衣袍披上的时候 是非常美丽 好像耶稣一样 那么美 所以当我们有耶稣的公义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 耶稣那么荣耀的 很多人在心中没有这种观念 你可以这样想 我真心悔说 我信耶稣做救主 在神眼中 我就好像耶稣那么美好的 当然我们有这个美好 我们要记实 罪一定有破坏性 我们有神的赦免 不代表我们可以随意犯罪 虽然我们求主赦免 神会赦免 但是 这些东西是会阻隔 我们跟神的关系 因为罪一定会带来破坏性 罪 顺略情欲杀种 必从情欲收败 一定整个人会破坏 但是当我们说 神啊你这么好 我倚靠你 我亲人你遵从你的时候 我们总之 倚靠耶稣有耶稣的公义的时候 我们个个在神眼中就好像 一个新郎新娘那么美好的 我们就可以开心来到神面前 神你现在很欢迎我 很喜欢我 我希望这个在心中 寄神 我们好像新郎新娘那么美好的 而圣经也有说到 基督徒所行的义 也是我们的义婆 在启示录有说到 两样都有的 神的义和我们的义 我们所行的一切 为耶稣而做 不是一定在教堂做的 可以在教堂做 你任何时间对人好 而你是奉耶稣名 圣经也有说到 因为 因为你们是属基督 而将一杯水给你们 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 就是 做在基督徒身上 或者奉耶稣名 或者荣耀耶稣而做 譬如 你们 还有一些瓜菜 送给旁边的邻居 送给那些人 你就说 耶稣好爱你 耶稣关心你 耶稣想祝福你 你加上荣耀耶稣的说话 你搭的士都跟那人说 耶稣多好 你又 祝福祂 你信耶稣 你求耶稣 耶稣会 带领你的 你求耶稣救你 祂真的会赦免你的 你无论什么时候 都是这样荣耀神 你就会 你的生命 你就有耶稣的义 亦都有基督徒所行的义 在你身上 因为这件事 欢喜快乐 圣经也说了 路加15章7节 一起读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 这样为他欢喜 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也要为他欢喜 罪人犯了很多罪 但当他悔改 神也会欢喜 所以 最先的经文我想说 我们信靠耶稣 有耶稣的义 神就很欢喜 所以我们可以 喜悦自己 好像神 看我们这样 喜悦我们自己 也都神爱我们 将耶稣的义 加在我们身上 而这里 就是说 神的接立 当我们一悔改 神是极度的 欢喜的 开心的 他不是看 我们以往做错多少 他是看我们有没有真心悔改 因为人通常看人是这样的 这个是好 这个是不好 他不是看你的好的 如果小朋友 如果小朋友 他以前 考试不合格 他今次合格了 父母都可能会赞他 不过跟着加一句 不过你还是不够高分 你下次再高分一点 这句是对的 不过 他最想得到鼓励是什么 你真的很厉害 这么大进步 你以前不合格 你现在进步 合格了 很厉害 这个小朋友就有动力 但是你说 你还没够高 你的婚未够高 他的心里面 依然是一种自责的里面 所以我们对人 是多些欣赏 神 真是 事事都是欣赏的 那个行淫的 苦人 被捉的时候 耶稣不是去 说他 耶稣只是说 有没有人定你的罪 他说没有了 他说我都不定你的罪 你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是一个很接纳的情况 我们就深信这件事 魔鬼不能够控诉 因为神一定赦免 所以我们自己也不要在那里控诉 保罗也说 谁能控诉 神所减算的人 有耶稣已经为我们 死了 从死里复活 并且作为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 我们就不要再 控诉自己了 如果你发觉自己 喜欢控诉自己 我们要改变这个习惯 还有神充满感情的爱我们 一起读一下西法院书三章十七节 他在你中间必因你 欢恩喜乐 默而爱你 此因你喜乐 而欢呼 我们当然说 我要什么 令到神会那么喜欢呢 其实不是我们令到神喜欢 只是我们的 身份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就欢喜 我们神的儿女 神就喜欢 神不是说 哇 你真的没有罪了 所以我很欢喜 因为世上是没有人没有罪的 神欢喜我们因为 神的本质 就是他是爱世人 他见到人信靠他 他就很欢喜 总之你信靠他 他就很欢喜 这个是神的本质 是很美的 神的本质很美 真的很美丽 我越想了 我越喜欢神 我将来 我现在有第二本书 准备印 就讲到 基督徒被提 在大灾难之后 有很多人以为 基督徒被提 灾前被提 现在灾难 怎么会被提 这个圣经是没有这么说的 另外我想写一本书 是什么 发扬神 属性 查经法 和讲道法 就是什么经文 都可以看到神的本性 是很美的 神的本性 是很美的 他会因我们欢恩喜乐 开心得不得了 默然地爱我们 不断爱我们 请我们喜乐而欢呼 很开心 我们有没有因为自己而欢呼 可能很多人都说 我真是很 丑怪 很多事情不好 我们有很多这些指控 我们不懂得 像神爱我们那样 这些经文 让我们看到 神怎么爱我们 但有些人看圣经 最喜欢找那些 因为你注重罪业 所以你讨告神听 有些人是真的 我讨论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说 我注重罪业 所以神就不听我 我说你知道罪不好 你悔过神就很欢喜 你只要进步 我们不能够一下子 很多人就说 我未够100分 所以神都未欢喜 总之你向着 神的方向 我尝试去改变 神已经欢喜 这种心 你就会 欢喜 你不会说 我还有很多 我还有很多要进步 我们个个都是 我都是很多要进步 如果我要等到 进步了才会开心 我们永远都不开心 我们进步少少就开心 可不可以这样 进步少少 神就很欢喜 我向着神的方向 神就很欢喜 而且神 并非没有感情 下面那里写着 他不是没有反应 他真的有感情 有反应的 一个很美好的神 所以我们看到 人 小孩生出来 是很自然 很有趣的 人本来就是这样的 不过人犯罪之后 越大越多邪恶 越多烦恼 但你看小朋友 你就看到神的 创造的 本质 是多么得意 多么开心 神都是 得意的神 有些人会想 什么神是 得意的神 他会笑 看到我们会开心 这个是 很得意的 很 很可爱的 神是一个很可爱的神 他也是对我们 他觉得我们 很 很 很喜欢我们的 他默然爱我们 就算睡觉 他也陪伴我们 圣经说到 二人 他病的时候 神为他铺藏 都是说到 神那种很细心的 对待我们 还有 我们是 冠冕上的 宝石 稍后我会唱一首诗歌 是 神感动我所写的 其中有一句 就是我们是 他冠冕上的 宝石 我们一起读 《撒加利》的书 九章十六节 当那日 耶路说他们的神 必看他的民如群羊 拯救他们 因为他们必将 冠冕上的宝石 就是 这要说到 神看他的人民 好像群羊 又会拯救他们 因为他们好像 冠冕上的宝石 那么华丽 高举在 神的地上 就是神是很体重我们 他将我们高举 神是很喜悦的 这幅图 我很喜欢这幅 右边那幅图 耶稣看着 那个女生笑 那个女生看着 耶稣很开心地笑 我不知道你和你的子女关系是否这样 大家看着对方会笑 或者你和你的 丈夫太太是否这样的关系 神很想和我们有这种关系 他真的很想看着我们笑 但是很多人 看着神 哎呀 我不行 哎呀 我真的不行 你都是不太喜欢我的 装满了这些魔鬼的控掃 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装多少魔鬼的控掃在心中 我们就真的说神啊你帮我清理这些垃圾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本书里面讲到各方面如何清理心中的垃圾 我们真是深信我们是神观面上的宝石 然后呢 眼中的童人 撒加里书二章十八节 万君之夜又说 说一起读 在显出荣耀之后 差远我去惩罚那劳略你们的列国 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童人 神对以色列说 他说我差远去惩罚那些劳略你们的列国 他们是惩罚你神使用他们 不过 神一样会惩罚他们 因为任何人伤害你 就好像摸眼中的童人 你敢摸一只狮子的眼 我们没有人会这样做 神的眼有没有人敢摸呢 就是得罪一个基督徒 所以得罪你的是很惨的 有时有些人会欺骗我们 有些基督徒就很愤怒 但我们可以这样想 他欺骗你比你被欺骗 真的 他骗了你的钱 他比你更惨 所以你不要怕 哎呀 他骗了我的钱 我失了钱 他比你更惨的 他将来要面对的后果是更大 亦都今生 在神的震怒之下 所以我们知道 任何人伤害我们 他们是难受的 罗文书8章15节 齐读 你们所受的不是劳勃的心 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乙子的心 因此我们夫叫阿爸父 这个就是 告诉我们 我们不像奴隶 奴隶经常都会 哎呀死了主人 会不会不满足呢 死了他怎么样 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做的事 而我们好似乙子的心 就算做错 天父都会原谅 我一悔改 神就很欢喜了 神经常都挂着我们 所以我们不用 活在一个惧怕 其实圣经很多经文都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不要看小自己 不要控诉自己 而是活在神的喜乐 神的爱之中 诗篇13 139篇第16节 都讲到神在我们生命的计划 每个基督徒 神都有奇妙计划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 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赐上了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 比海沙更多 这里讲到 神一早看到我未成形的体质 神所定 这个字在 希伯来文 日沙 就好像遥障塑造 神所塑造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 已经写在他的赐上 在天上写了很美好的计划 有些人说 不是 我没有什么教育 我父母又不好 我很多不好的东西 或者我样子又不够漂亮 我又不够高大 不够健康 我们看了很多东西 我们就觉得 我们用世人的眼光 觉得自己是 很刺等的 但是圣经说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 奇妙计划 那你说 人家那些那么聪明 我又不是那么聪明 那有什么计划呢 因为神的计划 不是世上的聪明 神的计划是什么呢 一个卑微的人 但他 活出神的爱 活出神的喜乐 神的关心 人就说 这个人 没什么学会 但是他为什么 那么懂得爱人 他们会很惊讶 因为神做不同的人 我们基督徒有很多 不同的 有些知识多 有些知识少 有些 各样的东西 好像 世人 很羡慕 有些好像人不羡慕 不过 如果他们活出神的恩恋 世人都说 这个人真是很特别 所以我们个人其实在天上都有个计划 不过很多基督徒就不知道 到天上的时候 神就给我们看 因为这个计划不是自动入的 圣经讲到 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 讲到 是将生在献上当作活祭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叫我们能够 测验 神的善良 纯存 可喜而的旨意 这个旨意不会自动入的 是一定我们将生在献上 不要跟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改变 那我们就会进入 神这个善良 纯存 即是完美的 计划 这个计划里面是怎么样的呢 第17节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 宝贵其数 何等众多 是很多好的意念 非常美好的计划 只要你听话 神就会祝福 我感谢主 就是神为我开路 神给我很多好的教导 我很多谢神 其实这些教导很多就是 我自己处理生命的时候 我留意怎样处理生命 神就教我 那我就 在网上 大家如果上网看 在YouTube 业牧师找到我的影片 在Facebook 业牧 或者是復兴宣教事工 復兴宣教事工那些影片 比较 漂亮一点的 因为我同时用电脑直播 亦都用手机直播 如果你想去看 復兴宣教事工 我有很多是香港的影片 亦都有很多是外国的影片 我现在已经开始了 42处的地方在非洲 直播 我的训练 而这些直播 我们帮他买 电脑 投影机 和发电机 因为他经常电会停 或者小群体 就会买 平板电脑 和 蓝牙的 抗音器 让他能够看到这些训练 而那些人觉得 很好 他们觉得真的很好 从来都没有受过这些训练 而神供应我 我们有一个 復兴宣教事工 能够去帮助这些群体 而心态就是 只是祝福 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 这就是进入神的计划 其实我有一个 帮我 编辑 我 一本书他也帮我编辑 设计 的弟兄 他也跟我说 他说我听到你的讲道 我真的觉得你 印多些书 但是我的问题是 我一个人 我写不及了 我有很多意念 我写不及了 我就很想找到有人去帮我 我告诉他 他就快点 从我写出来 因为一个人做不到那么多 因为神有好计划 神在你生命也有计划 只要我们 信靠神 亲近神 遵从神 就一定能够成就这些计划 神在我们一生有很多工作 做什么呢 首先拣选我们 叫我们得救 第二是计划我们的生命 然后差遣 人去救我们 使用不同的人去救我们 然后 圣灵将我们重生 圣灵保守 带领我们 以后提升我们的生命 神真的做了很多东西 大家数损会发现很多东西 我自己经常去想 以往神做的东西 我就很感激神 多谢天父 还有神很欣赏我们 在《士诗记》6章12节一起读 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电显然 对他说 大能的勇士呀 耶和华与你同在 其实在神的眼中 基电有多了 神一击打他 立即没命 但是神的使者会说 大能的勇士 会称赞他是大能的勇士 神都会跟你说大能的神的儿女 有爱心的神的儿女 关心人的神的儿女 神都会跟我们这样说 所以这句说话给我们看得到 神是欣赏我们 耶稣和拿旦叶说 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 这个就是欣赏 耶稣和比德说 他说你是这个盆石 在这个盆石上 我们要建立这个教会 神的欣赏是时时都有的 耶稣又和那个妇人 高拒 他说 普天下全方都要宣扬这个女人所做的一切 我们就看到 原来神就是欣赏的神 所以我们都学一下欣赏自己好的地方 你不好就求主赦面 有些人说 我是不好 求主赦面 我尝试他改 神就喜悦了 当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 必定以求他 他就必定成全 他掌管你整个生命 他一定会帮你 一定会提升你 我们将主权交给他 你整个生命就会提升 你就可以好喜悦你的生命 你的下半生可以很好 大家想不想 你的下半生可以非常之辉煌 既然神那么爱爱 我们怎么散发 爱心呢 第一个 我们深信 《历代至上》29章11到12节 是非常美好的 大家可以记得这个经文 要不然你有笔可以写下回去看 《历代至上》 还有你上网看回我今天的讲道 你可以看到 《历代至上》29章11节 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详细读 但这个讲到最后讲到什么 第12节 《历代至上》29章11节 《历代至上》29章11节 你也自理万物 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 使人专大强盛都出于你 是神使我们专大强盛 神可以使任何人专大强盛 只要我们听话 当人有邪恶的心 他要聪明给人看 神就阻挡他 但他说我只是想荣耀神 祝福人 神就喜悦 你有个心 我想荣耀神 我想祝福人 帮助人 神就好喜悦的 祂就叫你成为专大强盛 你不要以为你不行 因为神可以 就算我们知识不够 神可以使用我们 就算我们年纪大 就算我们身体弱 神都可以使用我们 我们的 神可以使用我们的生命 我会忘记自己无论有多大的困难 都没什么所谓 因为 神保守我真的很多方面 我相信 神也保守大家 大家都有很多见证 神为何保守你 我希望大家深信 神一定保守你 神很想使用我们祝福这个世代 首先就是因为神掌管一切 神可以深度更新我们 我们帮助什么人 这个世界很多人经济困难 你说死了 我自己经济困难 但是很惊讶的 当你肯去帮助人 神会供应你的需要 我近期有侍奉训练课程 我今天下午也有 说什么呢 启示录 我详细读启示录 发现有很特别的事 就是原来 所有的灾难都是 神容许的 他说到这个大刀 在启示录 说到将来的 这个战争 是有大刀刺给他 是刺给他 和说到敌基督 是刺给他 42个月 给他有42个月 即是说 敌基督的势力 和世上的灾难 都是神的手中 即是说 末日的灾难 很多人就想到 很害怕 但是其实末日的灾难 都是神的掌握 当你听神的话 神就会保守你 但是很多人就很害怕 死了死了 到大灾难 我就死了死了 神不会容许 魔鬼圣过 在启示录也说到 有两个见证人 见证 三年半 敌基督时间三年半 他有见证 一直见证三年半 有谁攻击他 立即有口中 噴出火 也有天使 向全世界 所有的万族 去宣扬 我们看到 神在末世 他是绝对掌权的 所以 我们知道现在的疫情 的而且确影响经济很大 但是很多人 很多人就很害怕 很多基督徒都会 死了 神都不理我们 神永远不会不理我们 以及我们倚靠神 神会有方法很奇妙地供应我们的需要 我们可以帮助困苦的人 去全阳福音 告诉他们 那些经济困难的人 或者家庭问题 很多人家庭问题 或者迷惘 或者是情绪的问题 很多人都有这些 需要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 我们可以影响他们 很多基督徒又怎样 很多繁忙的责任 家庭 事业 家务 在上高 剩下的时间就祈祷了 这是很多人的方式 就是 剩下的时间就是给神 其他时间就全部是 自己搞定 基督徒未必给神掌管的时候 不是神掌管就受亏损了 下一个图 神是想我们怎样 每一样东西 都是神掌管 耶稣坐正在心的中间 是跟神的密切关系 一个蒙福的家庭 事业蒙福 神给我们封盛的食物 能够祝福人生命被提升 神是想我们任何时间 就算你煮饭的时候 多谢天父 感谢耶稣 神做的事真是好吃 跟你家人相处 时时充满喜乐 平安 这个就是果子 果子你不要想着 天排什么时候去 事奉 在你任何时间 你都一直荣耀神 亲近神 这个就已经是 事奉的果子 来的 还有专心爱神 读经也有读到这个诗篇九十一篇 因为他专心爱神 神就答够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将他安置在高处 他求告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吉兰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答够他 使他尊贵 当一个人爱神 你说我爱不够多 你爱不够多 神教我爱你更多 教我去更加倚靠你 神就会欢喜 总之你依靠他 他就会欢喜 他就会叫你 将你安置在高处 叫你 成为尊贵 我们首先要爱神 我们才有力量 还有善良 怜悯的心 见到人就怜悯了 见到邻居 见到人有需要 立刻帮他手 在街上 不懂也好 他在拿些很重的 帮他手 然后跟他说福音 善待恶人 去全阳福音 都是神所喜悦的 这样的人 神就喜悦 亦祝福人 每一件造在人身上 神都喜悦 但是你又不要跟神数 神我做了那么多 为什么你的钱还不到 不要跟神计较 神的帮助 一定到时到下会来 而我们都一定有经历困难 我也经历过困难 不是个个 不是全部 平顺 因为这些困难 就帮我们倚靠神 也学习随时 聆听人 关心人 包括你的丈夫太太和你的子女 你就影响到他 有些父母 太紧张子女 就懵懵懵懵懵懵 他以为懵懵懵 子女听话 越懵懵越不听话 你越关心他 聆听他的困难 他有不开心 考试不合格 很多父母就说 活着你 经常打手机 你当然是这样 但是我们会告诉他 我知道你不开心 我知道你下一次不合格 不开心 他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妈妈会关心我这件事 他虽然做错 我们都依然接纳他 正如行任的婦人耶稣 也有人接纳他 我们先接纳他 然后慢慢引导他 制造机会 和人建立关系 和见证耶稣 善待邻居 见到人有需要就帮助 这是随时我们都能够见证神的 和为耶稣做任何小事 这个经文 和马太夫是不同的 又说明是 因为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赏赐 这里讲到就是 因为他们属基督 而我们做在他身上 神一定会纪念 即是做在基督徒身上 或者为了荣耀神 或者为了全阳呼音 而做在人身上 神一定会喜悦 而我们应该祝福这个世代 就是心灵的医治 全福音 建立营的灵命 和一同建立教会 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 而我们每日进步一百分之一 一百日就一百分之百 这样你想 你就会容易 想到进步 总之我任何方式 进步少少 我今天 欣赏自己多些 享受神 耶稣如果在爱我 我们才得力 耶稣如果在爱我 我也得力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感谢天父 我希望大家 常常活在神的爱中 让神的爱滋润我们 然后我们去 帮助人 主耶稣我知道 祢深深爱我 我的心爱无理 祢是我一切 我是祢 灰面上 佛舍 也是祢 眼中的 同样 我的心 欠给祢 完全属于 祢 主耶稣 我知道 祢深深爱我 我的心 爱无理 祢是我一切 我是祢 灰面上 捕舍 也是祢 眼中的 同样 我 我们 我们 心 欠给祢 圆全属于 我们 也 我们 是祢 灰面上 捕舍 也是 你 眼中 地 同样 我的心 献给你 完全所欲理 我是你 灰面相报社 也是你 眼中的同仁 我的心 献给你 完全所欲理 一路深信 我们真是神的眼中的同仁 是他观面上的宝石 我是你 灰面相报社 也是你 眼中的同仁 我的心 献给你 完全所欲理 我的心 献给你 完全所欲理 我们一起黑一眼 多谢天父爱我们 多谢耶稣 你永远爱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想着神看我们不好的东西 但其实神呢 很多时候看到我们有心对于耶稣 耶稣都很欢喜 耶稣很欢喜 我们真是对他有心 主要我们爱你不足 教我们爱你 首先帮我们深信 我们是被你所爱 我们是被你祝福的 你已经帮我们很多次 显出你真的爱我们 我们就靠着耶稣 欢喜到日 从神的爱得力 从耶稣的爱得力 耶稣与我们同在 叫我们保得你的慈爱 好 叫我们一生一世 欢呼喜乐 叫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 就叫我们去荣耀神 去祝福祢 多谢天父 我是你 会面上报社 也是你 眼中的同仁 我的神 欠给你 圆全所欲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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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耶稣 求主帮我们 真是将生命献上给你 神你就欢喜了 我们真是有人在座座中 真是说 神良 我愿意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生而变化 神就一定很欢喜 主帮助我们 现在就将生命献上给你 将整个生命献上给你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Hallelujah 多谢耶稣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 圣名阿们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